大家好,這集在大上去中杯珠寶 輝哥跟我說有些 Tiffany Blue 來了 輝哥,你哪些 Tiffany Blue 啊? 嘩,這個 Tiffany Blue 真是美得 是 Tiffany Blue Index Tiffany Blue Index 也當 Tiffany Blue 啊? 你明明是騙我 你急著過來,我跟你說 Tiffany Blue 你先引述我,你過來 這樣也可以,不要緊啦 既然來了,都要拍的啦 所以被你夾上拆船 嘩,真是呀 其實這個 Tiffany Blue Index 和針其實都蠻Sharp 這是什麼系列? 這一個精工的 Bad Series 系列 它有一門三傑 這個武士刀 但是這個 Bad Series 它會全部用這個 PVD 學的 全黑的 哦,OK 是的,它的特色就是 黑殼、黑面 但是用了這個 Tiffany Blue Index 的針和 Index 是的,它三兄弟呢 第一隻就是用了武士刀 第二隻就是1965年的標殼 然後這個鮭鑊 哦,這個鮑魚鑊 其中這個呢 就是太陽能的 哦,這隻是Solar的 是的,這兩兄弟呢 就是機械的 那說到多少錢呢? 這些標 真的抵到呢 抵到一聲 抵到一聲? 4千多元 4千多元定價 4千多元定價 這隻也是 是的 這個 4980元 是的,是自動的 最銳鑊的都是 Tiffany Blue 啦 總而言之 這個特色就是怎樣呢? 你精工標的 要不就是黑殼、鋼 或者金、鮑金 它通常都會是白色夜光 或者黃色夜光 是的 但是如果用了這個 Tiffany Blue Index 就是第一次的 第一次 我都沒見過這個 是的,我都沒見過 你說精工 有帶點瘋瘋的 是的,你說精工出 Tiffany Blue 我以為整隻 Tiffany Blue 面 是的 原來是 Tiffany Blue 的 Index 和針 是的 這個配搭都非常不錯 是的,都非常不錯 是的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下來 大上個鐘錶珠寶 看這件實物的 是的 另外,精工都出Flyback 嗎? 不是 不是 喂,是SANIF SANIF 這隻有情感 是嗎? 這次我偶然都偷了下去 免得這間零劑 我腦點你就走掉 噢 這隻就是我們曾經做過代理的 SANIF 這隻就是PILOT 系列 是 它就用了SANIF 招牌的機身 LP NERO 它的特色呢 這隻就是仿照一些復古的 飛行錶的設計 它的帶子呢 就是用了一些 Dirty Brown 是 而殼呢 是用了青銅的 哦,這是青銅鶴 青銅鶴 而你會看到 它是用TITANIUM 哦 OK 它的底是TITANIUM 那邊殼呢 就是青銅 OK 那面呢 都是像舊了的青銅 是啊 都是SANIF 巧克力色 是的 它做的效果呢 就是 不是新的青銅 讓它變的 嗯 它是已經變變的 你會看到這個殼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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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 那麼FLY BACK 的特色就是呢 當它 計時 秒針走 那時候呢 你也都可以即時呢 是 還原去 而它也都會即時 開始再計時的 那這個就是 FLY BACK 的特色啦 那如果你停去一樣 是上面那顆的停去 之後才做個reset的 OK 那這個就是FLY BACK 的特色 那這隻 啊 SANIF的青銅的FLY BACK 有多少錢呢 哦 哦 哦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也可以 可以下來上去中杯珠寶 看看實物的 是 那這條片和大家 Crossover 介紹這個 是 Kiphany Blue的精工 加這個 FLY BACK SANIF的FLY BACK OK 那希望大家喜歡 多謝畢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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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了 拜拜 拜拜